俄羅斯國防部2號表示 俄羅斯認為在土耳其和聯合國的協調下 烏克蘭已經做出書面保證 不會利用人道主義走廊 以及烏克蘭的港口 向俄羅斯展開敵對行為 因此俄羅斯將恢復旅行 烏克蘭糧食出口協議 11月2號 俄羅斯聯邦國防部發布聲明表示 俄羅斯方面認為 在土耳其和聯合國的協調下 已經收到了烏克蘭書面的保證 足以恢復黑海地區 糧食通道的這種開通 俄羅斯聯邦國防部的聲明中還強調 烏克蘭利用黑海糧食交易通道 對俄羅斯塞瓦斯托布爾的軍港襲擊之後 俄羅斯聯邦已經暫停執行 關於從烏克蘭港口出口農產品的協定 即黑海的協議 以保證參與對糧食通道執行安全護航的 俄羅斯黑海艦隊的船隻安全和民用的船部安全 此前 俄羅斯的這一立場 已經提請了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注意 這包括提交了聯合國的安理會 由於聯合國的參與 以及土耳其的斡旅 烏克蘭已經提供了必要的書面的保證 禁止使用人道主義走廊以及烏克蘭港口出口農產品的通道 用於對俄羅斯聯邦進行敵對的行動 這份保證書於今年 11月1號送禮了聯合國的協調中心 烏克蘭保證書總還特別提到 烏克蘭方面只有根據黑海協議的規定和關於安全理事會的有關規定 才能正常使用海洋人道主義的走廊 鳳凰威士盧玉光 赫爾松報導